丧失病毒第十天,食物匮乏,男友和他妈妈杀了我的狗,最后甚至砍下了我的手吃,重生后,我囤好物资,看着他们互相残杀,我从床上惊醒,一阵窒息感笼罩着我,呼吸急促,心脏狂跳,汗水顺着额头滚落,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还活着,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一股强烈的不可思议感涌上心头。忍不住,我伸出颤抖的手,轻触自己的胳膊,确认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欣喜和迷惑交织在心头。我的嘴唇微微颤抖,逐渐挤出一丝笑容。手中的手机映入眼帘,我抓紧拿起,打开屏幕。 我凝视着屏幕上显示的日期和时间,难以置信地发现,我回到了丧尸爆发前的五天。 没有可怕的丧尸,没有残忍的场景,我回到了过去。 我双手微微颤抖,回忆涌上脑海。上辈子的痛苦一幕幕浮现,实物匮乏的日子,那个不顾我的哭喊,将我最爱的狗多多残忍杀害并吃掉的男友和他的母亲以及妹妹。 最后,他们实在找不到任何事物了,甚至砍下了我的手,这一世,我决心要报仇。 我不再是软弱的受害者,我有了重生的机会,我要让他们尝尽屠戮的痛苦,我要以他们的鲜血来洗刷我的仇恨。 我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我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思绪。 我知道,为了复仇,我必须准备充分,我要确保自己能够在末日的降临中存活下来,然后一一清算他们的罪恶。 男友和他妈妈以及妹妹一直住在我的家里,他们对我漠不关心,却总是不断地指使我做各种琐事。 每天,他们要求我做饭,打扫,洗衣,跑腿等等,没有一刻的闲暇。 每天早晨,我被他们的嘶吼声吵醒,要求我准备早餐。 吃完,他们就把盘子往桌上一扔,等着我去收拾。 下午,我洗衣服拖地板。 晚上,他们坐在客厅里悠闲地等着我端上他们的晚餐。 我曾以为这是家庭应有的互相帮助和照顾,但我渐渐发现,他们对我付出的劳动毫不珍惜,反而视之为理所当然。 我的辛勤劳作只换来了他们的无视和漠然。 每当我穿上裙子,王美华就会露出出厌恶和不满的表情,说我穿漂亮衣服就是为了出去勾搭别的男人。 除此之外,他还常常指责我的一举一动,对我进行不必要的干涉。 和朋友出去前,一定要给他们做完饭,九点之前必须回家等,他总是会提出各种禁止和限制。 他试图将我禁锢在家庭中,做他们一家的保姆。 而上一世的我,相信着男友说的爱我,愣是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我起身,站在窗前。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阳光洒在宁静的街道上,人们匆忙穿梭,毫不知情地过着平凡的生活。 我却知道,暗藏在这看似平静的背后,即将爆发一场恐怖的丧失末日。 我起床走出房门,感受到了一丝阳光的温暖,仿佛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 然而,立刻就被男友妈妈的咒骂声打破了宁静。 你这么迟才起床? 你是想让我们饿死吗? 赶紧给我们做饭,男友妈妈愤怒地指责道,眼神中满是不满和怨恨。 我微微皱了皱眉,却没有回应她的言语。 我顺从地为男友妈妈准备好饭菜,心中却在默默计划着自己的行动。 我知道,只有当他们离开一段时间,我才能有机会储备足够的物资,为自己和多多做好准备,对不起妈,让你久等了,这是今天的早餐,希望你能满意。 我客气地对男友妈妈说道。 男友妈妈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毫不示弱地回应道,别以为你做了一顿饭就能弥补之前的懒散和无能。 我强忍住内心的不满,淡然笑道,我知道我之前做得不够好,这次是我不对。 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前几天给你们抱了旅行团,三天两夜,你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几天。 男友妈妈的目光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然后,他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冷笑道,你以为几天的旅行就能弥补你的过错吗? 我给男友妈妈捏了捏肩膀,当然不是。 妈,等你回来,我保证还有惊喜给你。 我内心冷哼,惊肯定够惊的,喜不喜我就没法保证了。 看着他们收拾行李出了门,我也开始为接下来丧尸做准备了。 我在隔壁小区拥有一套房子,上一世本来准备将其出租,赚取一些额外的房租来补贴家用。 然而,男友提出让我将房子让给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要跟女朋友结婚,他们家买不起房子,女方家里不愿意女儿受苦。 他们就把心思动到了我这里。 当时男友是这么说的,宝贝,你看,我们已经有一个家了,你就把房子给我弟弟,我们两家住这么近。 他结了婚以后也能帮衬我们,我心里有些不开心,这套房子是我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财产,出租可以帮助我缓解经济压力。 但我最终还是抵不过男友的软磨硬泡,答应了他的请求。 现在回想起来,我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巴掌,好在他弟弟下个月才会搬进来,现在那个房子还是空的。 我决定赶紧装修这个房子,将其打造成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我开始了一连串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找了当下所有的借贷软件,包括借备、威力贷、有钱花、金融、招联金融和苏宁金融等,申请借款以支付装修和备货的费用。 我甚至不惜将这个房子也抵押了出去,为了确保我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我坐在电脑前,认真填写借贷申请表格,一边思考着所需的装修材料和生活物资。 我需要加固门窗,安装防护网和监控设备,购买干粮,饮用水,医疗用品和应急工具等等。 这些都是我在上一世所经历的恐怖场景中意识到的必备物品。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的心情紧张且充满恐慌。 我不知道这短短几天,够不够我做完在丧尸爆发前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让这个避难所成为我在末日中的安全港湾。 终于,在借贷申请通过并收到借款后,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装修工作。 我雇佣了一些专业的装修工人与他们详细讨论着我的要求和设计图纸。 我希望房间内部的布局能够最大化地利用空间,让每一寸空间都能发挥最大的功能。 我不断地与装修工人交流,监督施工进度,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符合我的要求。 我让装修师傅将房子内的玻璃全部更换成单向防弹玻璃,安装了一扇坚固的银行用防盗门。 装修师傅们都感到好奇,纷纷询问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动。 我站在房间中央,注视着玻璃被更换的过程,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转身面对装修师傅,用一种虚弱而低声的口吻说道, 其实,我最近跟我老公离婚了。 你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杀气新闻,我害怕他会回来报复我。 装修师傅们听到我的解释,都显得有些愣住了。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些眼神,似乎在思考着这个理由的可信度。 一个疑惑的声音从其中一个装修师傅口中传来,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毕竟这是单向防弹玻璃,价格相对较高。 我低下头,愁愁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 我说,我明白这样做可能有点夸张,但我前夫有暴力倾向,你们可以理解吗? 装修师傅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经过了一番思考后,最终点了点头。 他们开始加快换玻璃的速度,专注地工作着。 交代完装修师傅后,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囤货计划。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我决定利用公司采购的借口,直接找到经理暗箱订货。 在超市的采购办公室,我坐在经理的办公桌前,微笑着说道, 经理,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打算订购一批实物,给偏远山区的儿童送温暖。 经理见来了大单,激动地点了点头, 您好您好,您可以去采购部门将所需物品列出清单,然后我会派人协助您进行采购。 我心中暗自庆幸,看来我的借口成功地获得了经理的认可。 我感谢地点头,然后离开经理的办公室,前往采购部门。 在采购部门,我向工作人员详细说明了我的需求。 我列出了各种自热食品,泡面,饼干,熟食罐头,水果罐头等物品,并告诉他们数量和规格。 我站在一旁,目光注视着他们的忙碌身影,心中充满了安心和满足感。 这些物资的到来将为我在末日时刻提供重要的保障, 确保我和我的家人能够度过困难时期。 不久之后,订货完成,我签下了相应的文件,确认了物品的采购和交付时间。 我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然后离开了采购部门,心情愉悦地回到自己的避难所。 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安排物资的储存。 我将购买的自热食品,泡面,饼干,熟食罐头等分类整理,放入准备好的大冰柜中。 每一箱箱食品都是我为未来所做的准备,保证了我在末日来临时有充足的食物供应。 我对着电脑屏幕,满心期待地浏览着在线商城的食品分类。 我已经购买了一些基本的食品,但为了确保充足的食物储备,我决定再购买一些速冻食品。 逐个浏览着选项,我选取了各种口味丰富的速冻食品,包括汤圆、水饺、炸鸡块、春卷等。 这些食品既方便快捷,又能满足口腹之欲。 确认购买后,我又开始了牛肉、羊肉和鸡肉的订购。 我知道,肉类食品是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来源之一,而在末日降临时,肉类的供应将变得稀缺。 因此,我决定购买大量的肉类来满足我的需求。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可靠的肉类供应商,选择了优质的牛肉、羊肉和鸡肉。 每一种肉类,我都选择了50斤的分量,确保在食物短缺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食用。 我满意地看着整齐堆放的物资,心中充满了安全感。 这些物品将成为我在丧失威胁下的生存保障,让我能够坚守在自己的避难所中,安心地等待复仇的时刻。 第二天的早晨,我迅速准备好出门的行头,前往药店采购急需的医疗物资。 我深知,在末日的世界中,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抵抗力是至关重要的。 我走进药店,环顾四周,目光专注地寻找着我需要的物品。 我选择了发烧、消炎、感冒、抗生素和维生素等常用药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 随后,我转向消毒药水、纱布、绷带和止血贴等物品。 这些急救用品对于处理伤口和预防感染至关重要。 我挑选了各种规格和种类的消毒物品,确保在需要时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急救处理。 随着购物栏逐渐装满了急需的医疗物资,我感到一种安心和满足。 离开药店后,我前往一个家居用品商店,购买了几个大型储水桶和雨水收集器。 在末日中水源的稀缺性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通过准备储水桶和收集雨水,我可以确保家人有足够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 接下来,我走进床垫和沙发的区域,寻找舒适且实用的家具。 我选择了特别舒服的床垫,以及柔软的沙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以这样一个快乐的咸鱼身份,舒适地度过每一天。 我回到家,将药品和医疗用品整齐地摆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中。 我将储水桶放置在一个便于存放的角落,并确保雨水收集器的位置合理。 第三天,我带着满满一堆营养土,蔬菜种子和种植箱回到了家里。 我知道,在末日中,自己自足的能力至关重要,而种植蔬菜将是获取新鲜食物的可行途径。 我把阳台清理出一块空地,准备开始种植。 我打开营养土袋子,感受着肥沃土壤的质地和味道,将其填满种植箱。 然后,我小心地撒下各种蔬菜种子,细心地按照包装上的指示进行种植。 我对着这些刚刚种下的小苗子微笑,期待它们能够茁壮成长,为我们提供新鲜的蔬菜。 接下来,我转向多多,我的忠诚伙伴。 我给它买了几大箱的狗粮,狗罐头和狗零食,确保它在末日中也能得到充足的食物和关爱。 我看着多多摇着尾巴,兴奋地围绕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心中充满了喜悦。 上一世,我没能好好保护多多,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这次,我决心要做得更好,给多多一个幸福和安全的生活。 在避难所的安静角落里,我坐在地上,抱着多多。 她的温暖身体在我怀里,让我感到一丝宽慰。 我轻轻抚摸着她柔软的毛发,感受到她的信任和依赖。 这一次,我发誓要好好保护她,让她免受任何伤害。 多多,上天给了我们重来的机,我们要把握住。 我低声对多多说道,趁着前男友和他妈妈不在家,我回到了曾经的家里。 我打开冰箱,确认里面已经没有剩余的食物,然后开始在家里各个角落安装监控设备。 我知道,在丧失病毒爆发前的几天,人们是最慌张和无知的。 而食物的短缺会让人们做出各种不可预测的事情。 我小心地调整监控摄像头的角度,确保能够覆盖到关键的区域。 同时,我为这些监控设备提供了稳定的电源,确保它们可以长时间运行。 站在家中的一个角落,我感受着内心的复杂情绪。 我曾经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而现在,它已经变得陌生而冷漠。 我看着监控屏幕上显示的画面,真的很想知道,当这个家里只剩他们自家人了以后,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第四天,我决定购买一些必备物品来增加我的生存能力。 我前往商店,首先购买了两架DJI纸宝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不仅可以用于纸宝,还可以用来侦查和监视周围的情况,为我提供宝贵的信息。 随后,我选购了大量的纸巾和洗漱用品。 在末日来临后,这些简单的物品将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 所以我不想在这方面有任何短缺。 回到家中,我决定为床上安装一条厚厚的黑色床帘。 这样,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享受到私密和安全的休息空间。 我接着前往武器店,购买了一些防身武器。 由于枪支已经难以买到,我选择了一把长饼斧和一把短饼斧作为近身防卫工具。 此外,我花费重金购买了老板私藏的一把接近一米长的日本武士刀,它的锋利和威力将成为我生存的利器。 我还买了一篮子的鞭炮,因为丧尸对炮火声有所畏惧。 这些鞭炮将为我提供一定的防御和威慑力,让我能够在必要时制造一些噪音,下退潜在的威胁。 完成了所有的采购后,我回到家中,疲惫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房间堆满了各种物资,但我感到身心俱疲。 我凝视着这一切,心中涌上一股无力感。 如果可以,我真希望我做的这些都没有必要。 我坐在电脑前,打开社交媒体,决定发布一条帖子。 我希望通过这条帖子,暗示大家明天将会有重要的事件发生,并鼓励大家囤积更多的物资。 我知道我所能做的已经有限,但至少我想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人。 明天可能会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建议大家提前准备一些额外的物资。 囤积一些食物,水和日常用品,我用简明恶药的语言写下这段话。 发布帖子后,我感到一股释然。 过了一会儿,帖子开始引起了回应。 有人对我的警示表达了感谢,也有人提出质疑。 但这些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第五天清晨,我被窗外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吵醒。 我立即从床上坐起来,心跳加速,紧张地环顾四周。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惊恶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在街道上,几辆汽车连环相撞,发出撞击声和汽车喇叭的鸣叫声。 人们尖叫着,试图躲避丧尸的攻击,但他们毫无还手之力被扑倒在地上,被丧尸撕咬着吞噬内脏。 恐怖的场面让我心头一阵发麻。 街道上一片混乱,人们四处奔逃,但无处可去。 丧尸们蠕动着,眼中只有狂热和渴望。 他们嗅到人类的气息,不断扑向任何可以找到的食物来源。 尖叫声,呼喊声和丧尸的嘶吼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恐怖的音乐。 我拿出一罐狗粮罐头,轻轻打开,香气弥漫开来。 多多闻到食物的味道,兴奋地摇晃着尾巴,跳上沙发旁的垫子,等待着我给它端上美味的食物。 我拿起一个装满水果的盘子,将它放在咖啡桌上。 水果的色彩鲜艳,散发出诱人的甜香。 我从中挑选出几片新鲜的水果,放在自己的碟子里,享受着清新的口感。 坐在沙发上,我看着多多兴奋地啃食着罐头,心里感到一种安慰。 在这个丧尸横行的世界里,我至少能够给予多多一些安稳和满足。 它是我唯一的伴侣和依靠,它的陪伴给了我一份安慰和力量。 我打开监控屏幕,观察着家里的情况。 画面里出现了男友和他妈妈的身影,他们正因为食物的匮乏而争吵不休。 男友的声音充满了不满和抱怨,家里怎么就这么点东西? 我们怎么能够靠这些维持下去? 他妈妈的声音带着怨念,那个贱人也不知道家里囤点吃的,他还有心思照顾那条狗。 男友,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食物越来越少,我们能坚持多久。 男友妈妈,那个贱人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最好死外边,千万别回来。 男友妈妈不满地对男友说,出去打劫一些吃的吧,现在都这种时候了,谁管这些犯法不犯法的。 他说吧,嘴里咒骂着,拿着一把菜刀决然地走出了门。 男友犹豫不决地摇了摇头,妈,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做。 然而,男友妈妈不为所动,冷笑着回应,都这个时候了,谁管这些规矩? 你这个孬种。 你要是不去,我拿回来你别吃。 他的愤怒和决绝在言语中流露无遗,毫不在意犯法的后果。 男友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跟着出了门。 我紧紧皱起眉头,面色凝重地看着监控屏幕。 心中充满了担忧和焦虑,我默默祈祷楼下的邻居们能够平安无事。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带着两大箱子满身是血地回来了。 箱子里装满了各种挂面,蔬菜,还有可乐和啤酒。 男友妈妈的脸上挂满了胜利的笑容,她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不管他人死活。 男友妹妹看到食物后,激动地扑向箱子,想要取出一些食物,但却被男友妈妈拦住了。 男友妈妈眼神严厉地看着她,说道,女孩子晚上减肥就不要吃了。 她以自己的标准限制着妹妹的行为,不顾她的饥饿和渴望。 男友妹妹低下头,无奈地看着箱子里的食物,心中充满了挣扎和不满,却又不敢反抗。 我忍不住哼笑出声,眼睛盯着监控屏幕,看着男友和她妈妈争夺食物的场景。 他们家一直重男轻女,甚至曾经说过我一定要生个儿子来延续家族。 我曾经心疼过男友的妹妹,没有吝啬地给她买各种东西,她也总是甜甜地叫我姐姐,让我感到温暖。 然而,到了末世时刻,她却提出要杀我的狗,多多。 我看着监控画面中他们吃着白开水,青菜和煮面条,我美滋滋地煮了一只大龙虾,煎了一块牛排。 真好吃啊,一个星期过去了,食物已经所剩无几。 我看着监控里男友的妹妹已经被男友绑了起来,她眼中满是恐惧和无助。 男友犹豫地问她妈妈,真的要这样吗? 我们难道不能找其他解决办法吗? 男友的妈妈手里拿着一把刀,一步一步朝着男友的妹妹走去。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动摇,冷酷而坚决。 她回答道,我们家要留着你哥传宗接代,你现在就为了大家牺牲一下,这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明白吗? 男友的妹妹颤抖着,眼中的恐惧更加明显。 她哀求地看着男友,哥,你不能让他这样对待我,我是你的亲妹妹。 她又转头看向男友的妈妈,我是你女儿啊,我是你亲生女儿,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男友的妈妈毫不留情地割下了男友妹妹胳膊上的肉,男友的妹妹发出剧烈的疼痛呻吟。 她哀求着男友的妈妈,啊,妈,你杀了我,求你,你杀了我,给我个痛快。 我求你了,啊,她希望能够摆脱这种无尽的痛苦。 然而,男友的妈妈却面无表情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面不改色地说道,不行,冰箱里没有电了,我们必须现吃现歌,这样才能保持新鲜。 或许运气好一些,你的肉还能再长出来。 她的话让我隔着屏幕都感到一阵恶寒,鸡皮疙瘩顿时涌上全身。 男友的妹妹听到这个冷酷的回答,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不断地流淌下来。 她身体的痛楚和内心的绝望交织在一起,她无法想象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折磨和煎熬。 我在监控屏幕前静静地观察着,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 男友的妹妹遭受的折磨和痛苦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在前世被砍掉双手的可怕画面。 那一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双臂,仿佛能感受到当时的痛楚。 多多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她用鼻子轻轻地拱了拱我,似乎是想给我一丝安慰。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虽然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我知道我必须保持冷静和清醒,以应对眼前的局势。 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正当我陷入沉思时,门外突然传来了砸门的声音,我心中一紧。 我小心地透过门上的猫眼,发现是之前给我送货的卡车司机。 他手持着一把斧头,疯狂地砸击着我家的门,声音震耳欲聋。 我心中生起一股紧张和恐惧的情绪,明白它是为了我家里储备的食物而来。 这个世界的末日使得人们变得贪婪和残暴,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不择手段。 我急忙寻找周围的避难物资,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防御手段。 出来! 我知道你家里有很多吃的,快给我开门,不然我就杀了你。 卡车司机在门外大声威胁着,声音中充满了渴望和焦躁。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保持镇定,决定与他对话,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我走到门边,用平静的声音回答道,对不起,先生,我并没有多余的食物,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只是想好好保护自己和家人。 卡车司机听到我的回答,愤怒地喊道,别骗我了。 我知道你在超市里采购大量的物资。 你个婊子,你明明知道。 你还不告诉大家。 我看着他疯狂的眼神和手持的斧头,心中的恐惧不断蔓延,但我知道必须保持冷静。 我继续解释道,那些是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采购的,我并不打算与他人分享。 请你离开,否则我将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 卡车司机听到我的话,愈发暴躁起来,砸门的力度更加剧烈。 我迅速后退,拿起了武士刀,同时心中默默祈祷着门能够坚守住。 虽然我安慰自己,这是防盗门,斧子砸不开的,但是心里还是有些害怕。 本来他要是好好跟我说,我是愿意分点食物给他的,毕竟变成了这样,谁都不容易。 可是他这样,我深知,我一旦开了门,就会死无全尸。 砰,门上的杂鸡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卡车司机的咆哮声,你会后悔的。 我会回来的。 第二天,卡车司机又来了,他不知道从哪拿来了一堆炸药堆在我家门口,他冷笑着,手中的引线紧紧握着,小姑娘,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了,反正我也活不了了,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我的心情更加焦虑,我害怕墙壁会被他炸塌,我必须想办法阻止他的行动。 我努力保持镇定,假装答应他的要求,好吧,我会给你食物。 但是你得停下来,我们可以商量解决办法。 我当时门堵得比较严,你给我点时间。 我找钥匙打开它。 卡车司机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他放松了警惕,把引线稍微松开了一些。 我迅速采取行动,拿出一把小刀,瞬间割破了自己的手掌,鲜血顷刻间涌出。 我将手放在毛巾上,用血浸湿了它。 我将血浸湿的毛巾绑在无人机上,然后将其操纵起来。 无人机在空中飞舞,血迹残留的毛巾吸引了附近的丧尸。 丧尸们开始纷纷向无人机靠拢,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他们眼中透露出渴望和狂热,我操作着无人机引领着丧尸走向我家门口,内心不断祈求他们快点,再快一点。 我一直跟卡车司机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慢慢被丧尸包围。 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 丧尸们扑向他,发出嘶吾声和尖叫声。 他的呼救声在丧尸的咬尸声中渐渐消失。 我目睹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我既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又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无助。 然而,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危险和残酷。 我必须保持警惕,继续寻找生存的方式。 我关闭了监控屏幕,深吸一口气,试图平静自己的内心。 尽管有些疲惫,但我知道这只是漠视中的一小步,我必须坚持下去。 我仅仅抱住多多,感受着他温暖的身体,让他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在这个充满丧尸和危险的世界里,我们只能依靠彼此寻找生存的希望。 一个月过去了,整个小区已经被丧尸攻破,几乎所有人家都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之中。 然而,我注意到男友和他妈妈仍然存活着,尽管他们已经面临了极端的困境。 可怜的男友妹妹已成为一具躺在地上的尸骨,她的命运让人不禁心生悲凉。 男友饥饿至极,脸上写满了痛苦和绝望。 她的眼神空洞,眼角露出一丝疯狂。 在他妈妈的身上,她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男友举起手中的利刃,凶狠地砍下了他妈妈的一只手臂。 残忍的一幕让我不禁闭上了眼睛,心中涌上一股恶心和绝望的情绪。 我打开了监控的声音,对男友说,你还记得我吗? 她吃力地回答,你,你怎么还活着?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似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男友的妈妈疯狂地咒骂着我,责怪我没有帮助他们。 她在痛苦中私声尖叫,她隔着屏幕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 对我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贱人,你满意了? 你怎么还活着? 你怎么还不去死? 我冷笑一声,轻声回应道,不仅活着,还活得可好了呢。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我这有树不清的肉,海鲜。 怎么样? 想吃吗? 男友听说我有食物,顿时跪在了监控前, 她的声音充满了渴望和恳求,请你给我点吃的,我真的很饿。 求你了,我抬起眉毛,微笑着回应,哦,现在你才说爱我。 之前你妈妈欺负我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之前都是我妈的错,我真的爱你。 男友说着,拿起刀狠狠刺向了她妈妈,看。 宝贝,我替你报仇。 之前是我错了,你原谅我。 男友妈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你这个混账东西,你竟然为了她而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 你个婊子,你居然让我儿子这么对我。 我看着面前的一切,只感觉有点恶心。 我将目光转向窗外,望着荒凉的街道和残破的建筑物。 我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对男友说道,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不仅安装了监控,你猜猜,我还做了什么? 我的语气中透露着坚定和冷漠。 男友恐慌地问道,你做了什么? 我的笑容更加深邃,我拿起遥控器,按下了一个按钮。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一群饥渴的丧尸涌入了家中,迅速将男友和他妈妈淹没。 他们的尖叫声和呼救声响彻小区,但已经无济于事。 我站在监控前,看着他们最后的绝望,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满足感。 几个月过去了,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一群飞机,地面上也出现了一大批军车。 他们飞过天空,行驶在街道上喷洒着消毒药水。 这些措施的实施让丧尸的数量逐渐减少,城市的恐怖气息渐渐消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过了半年,离丧尸爆发已经快一年了。 在军队的保护下,一群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开始挨个小区给幸存者接种疫苗。 他们是国家派来救援的救世主,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我站在队伍中,紧张而期待地等待着轮到我。 医生注射了疫苗,告诉我这是能够治愈丧尸感染的有效药物,它将让我重新拥有健康和安全。 在接种完疫苗后,我感到一股宽慰的力量流遍全身。 我终于得救了,逃离了那个末世的恐怖场景。 城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军队和志愿者开始清理城市,将废墟和丧尸残骸清除干净。 我相信,虽然我们经历了一场末世的噩梦,但现在是时候重建,成长和奋斗了。 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我将努力追寻幸福和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